飞飞 Are there any bookshops near here? 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书店 据说不错 新漫画书上得可快了 那还等什么? Let's go! Oops! All the main teachers in our school are reading books here 还等啥?快跑! 这三位在书店遇到了我 也真是太久了 别光顾着笑 看看他们刚才说过的句子 飞飞 Are there any bookshops near here? 飞飞 附近有书店吗? All the main teachers in our school are reading books here 咱们学校的所有男老师 都在这儿看书 第一句的book和shops都是名词 第二句的men和teachers都是名词 遇到名词加名词这种结构 该如何变复数呢? 今天我就来讲讲复合名词 该如何变复数 先看第一句 书店的复数是bookshops 不但发现 名词加名词变复数 编后面的名词即可 且便不用变 类似的potato noodles 土豆面条 computer games 电脑游戏 这是复合名词变复数的一般规律 再看第二句 这句话的man teachers 是复数形式 不仅teachers加的s man也用了复数 注意 男人女人man和woman这两个词很特殊 当他们修饰名词时 不仅home的名词要变复数 他们本身也要把a变成e 这是复合名词变复数的特殊规律 思考一下 女医生的复数应该怎么说呢? 没错 应该是women doctors 再来一个 女学生的复数又是什么呢? 有同学说 既然女医生是women doctors 女学生就应该是girls students 都是女的嘛 前后都要变 这可就大错特错了 女学生还是符合一般的名词加名词的规律 只需要在home的名词加s girl不加s 千万不要受惯性思维影响 认为女医生前后都变 女学生前后也得变 注意 特殊的地方不在男女 而在man和woman这两个单词上 需要把a变成e OK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 我讲了复合名词变复数的两大规律 先是一般规律 名词加名词 只需在home的名词变复数 前面的名词保持不变 比如bookshops 接着又讲了特殊规律 当man和woman修饰名词时 不仅后面的名词要变复数 他们本身也要把a变成e 比如女医生 women doctors 注意 女学生不能说成girls students 而要说girls students 为师今天就啰嗦到这里了 哦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